我非常感谢各位得奖人 就如刚刚简短的影片中 各位精辟的谈话所显现出来 因为有各位才能让全国35万公务人员 这一个强劲的团队为国人服务 不讲别的 就以这一次疫情举世滔滔 台湾却能平安成为幸福之地 这就是有这么强大的行政团队 在方方面面把守得好 而当全世界受疫情影响 经济衰退的这个时候 台湾的经济先逆势成长 11年来新高 所以就可以看出 我们国家因为有政府会做事 而有政府这个政府就是各位组成起来的 因此今天我们这个颁奖典礼 就是颁奖给各位 以各位为典范 希望35万的公务人员向各位看起 也希望国人同胞看到 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公职公务人员这样努力的服务 我们国家才能够照顾人民 才能够维护国家在世界争一席之地 并且让台湾有力的继续做下去 所以我要向各位得奖的同仁 道贺并且表示敬意 还鼓励大家继续努力 并鼓励大家以大家为榜样 让所有的公务人员都能够像各位这样继续奉献 人生就应该像刚才各位所讲的这样 懂得学习让自己成长 懂得感谢让自己谦卑 懂得感恩让这个世界更温暖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